3月6日位于香港奎清区长亨社区会堂新冠疫苗接种区里 医护人员正在为当地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为安抚儿童紧张的情绪 工作人员还准备糖果派发给已接种疫苗的儿童 记者在现场看到 于千名小学及幼儿园学生在家长带领下接种疫苗 现场秩序竟然 市民梁先生带着就读幼儿园的女儿前来接种新冠疫苗 梁先生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身边不少家长都已陆续带孩子接种疫苗 为了女儿健康 特意带女儿来接种新冠疫苗 打针情 趋势要日亿增加 我们都很怕私朋友会出事 所以每个人都要准备打的 害不害怕 不害怕 保护了自己 现场负责注射疫苗的护士文婷告诉记者 在儿童接种疫苗时 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 尤为关键的就是照顾儿童情绪 其实小朋友打针更简单些 不过可能要照顾小朋友的情绪 还有小朋友如果有时害怕的时候会乱动 可能那时候就麻烦家长帮人帮手 扶着小朋友 据悉 奎青区儿童科兴疫苗接种日 是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接种活动 为青医24间小学和幼儿园合共约1200名学生 接种新冠疫苗 活动召集人 香港奎青民政事务专员郑健告诉记者 因应第五波疫情严峻 不少幼童感染 区内很多家长颇为担心 希望尽快为小朋友接种疫苗 因此举办此次疫苗接种活动 今天我们再接再来 青医这里为我们的小学生 也有部分幼稚园的学生 继续去做接种 那个反应都是很好 因为我们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都已经差不多有1200个小学生 主要是小学生 再加上幼稚园的学生 报了名来参与 我们都预期的效果就是希望 其实是跟时间竞赛 跟这个病毒的传播竞赛 希望愈来愈多的小朋友 是尽快可以接种到疫苗 尽快受到这个疫苗的保护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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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